今天介绍50到55 那50到53我就快速带一下 54跟55我们就今天比较重视就是 Code的部分 API的部分跟 这整个大的一个大章节的一个回顾 然后跟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讨论一下看看有什么心得这样子 那前面有快速带一下 就是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到 就是这两个方法 LOWESS跟LOESS这样子 那今天是这个的进一步 就是他的这两个方法的应用就对了 其实他只想要讲的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上一次我没有仔细提 就是多变数的 这个是单一变量叫这个名字 那多变量的话就是 就是考虑那个robust的那个回归 把一些一些可能outlier就是一些极端值 给他比较少的全数 然后然后会那个回归是会动的 让他那个那个他的趋势可以抓的比较好 这个这个方法叫叫LOESS 那这个多变量的啦 那单变量就叫这个好像好像是这样子啊 那他的应用就是这一节要用的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要怎么用呢 他只是这个这个模型是弄出一个趋势 一个比较robust的趋势嘛 这trend向嘛 那trend向出来以后那要怎么用呢 就是说我们还有两个问题要 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 我们要怎么处理seasonality的问题 那那就是说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是 用用有点像反复的回归 就是用很多次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 就是先用先处理 先处理趋势向然后 全部减掉趋势向就是季节性嘛 那季节性 他也想办法把它模型化 就是也是去做回归 比如说我们说过把很多年 二三十年的资料每年的一月抽出来 每年二月抽出来 每年三月抽出来这样子 各做一个series 做一个叫做cycle cycle什么 就是有一个series就对了 一个时间序列 但是这是我们想象的时间序列 就一月把它集合起来 二月把它集合起来 三月把它集合起来这样 一直到12月 那每个ser每一共有12个序列 是不是也可以跑一个 也可以跑一个趋势 对不对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趋势 像这我们等一下 call会看 call会有图画的出来 会看得到 好 然后他反复的跳来跳去 就是说把全部的资料 第一次用那个 用这个方法 loess 这个这个模型 把他的趋势向找出来 然后扣掉 扣掉以后 把每个月的那个 资料分离出 把分成是分离成12个 12个以后 呃 再把模型化 就是也去回归就对了 哈 然后 然后那个那个 那个再过来呢 这个回归再反过来 再扣掉 再再再套第二次 那个那个这个模型 就是这样反复的套 这样子 哦 至于细节 我就没有太过去深究了 反正那个API会去 会去做就对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 反复的实施就对了 然后 大概是这样 这个方法叫STL 哦 那 哦 这个就是在第二节 就是在讲说 怎么刚才说的 就是怎么做 就是这个模型跟刚才说的1月到12月有12个序列 这个叫做Psycho Sub-Series 哦 那 也就是说呃 等一下会有call可以看 就是说 这个方法就是找趋势 像这个方法就是找那个Signality 这样子哦 大概是这样 他有很多参数等一下会提到 那 这个就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因为我也不是真的很懂 所以 我也是大概看一下 那 他就分两个loop 一个是inner loop 就是这 这个inner loop的意思就是在 讲单一个 单一个LO ESS model 这个叫inner loop out loop 就是说不断的调用这个跟 这个结果 然后用全部减这个的结果就是 Signality 然后 然后就他叫外回圈 外回圈 outer loop 然后这两个这样子反复的运作 这样子哦 OK 那 大家看一下哦 大家看一下 那有空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跟上次的连结都一模一样 我就直接接下去 所以应该都是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 这个方法也是一样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口头讲的这样 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过来我们 讲一下 code demo 这里我们就讲的比较细一点 这个是哎 等一下 是这个没错 好 就是MSTL怎么样抽出这个train跟seasonality 然后这个没什么就是把那个该引进的套件引进一下 然后那个图字要进来 那之前我们也看过大概是长这样 这有很多很明显的季节性 这是一个销 好像是一个药店的销售的资料 相当久 大概有 20年多 20多年的月资料 大概20多年的月资料 那 这一段 这一段他老师有说 就是讲师有说 他 他写的相当的细 他主要是 把那个 这个STL怎么做的 还有他应该说 API有哪 后面有背后有哪些 参数 要去 要去设定 其实不用那么多啦 只是说他可能把API的技术文件拿来 一个一个讲解给你听这样子 那我这里有稍微 说实话是Chair GPT帮忙把它翻译过来 那 基本上有 你看有这么多参数 seasonal的一个 这个就是窗口的size 就是你要 你要 估那个那个seasonal 你总是要有一个要要多久吗 对不对 要告诉他几个点要进去 那 第 seasonal第一g的degree的意思好像是说 好像是说 他是几次方啦 比如说他是他是几次函数这样子啊 就是他是弯曲的嘛 弯曲就是他一个用多项式函数来去 趋近他嘛 哦 降伐好像是说 呃 譬如 你可以不因为计算资源 有限嘛 你可能要处理很多变数 所以你每一个都去评估的话会算太久 所以他就说有这个降伏可以调让你没跳几个可以 可以 可以再再再回归一次就对 seasonal里面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sub的那个那个time series去回归哦 那那里面的seasonal的那个一月行程的那个那个series去回归 1234567890到12的那个series去回归的时候 你要你不用每一个点都去评估这样子 那这个low pass filtering的话 又更细了 好像是说 好像low pass 好像是 我查那个字点 low pass 是低频率的意思 低频率的一个过滤器 好像是意思是说把那个高频的滤掉了 啊这个不好意思我就没有深究 刚刚看这看来跟这个很类似吧 你看都也看起来都很类似 DGRG 就是把就是他想要把高频 高频就是有点像杂讯一样杂讯把它滤掉了 好好的参数 然后过来就是也是对train的好像也设定类似的事情 那其实基本上在实际使用的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那么复杂了 那实际需要就是这样而已 他本例就是这样 我相信大部分的例子就这样就够了 啊就是说 呼叫这个STL的那个那个那个方法 然后把那个Y 哦 就是内生变数 就是我们要解释的这个原始塑料给他喂进去 然后我们相信这个这个卖药的是12年 哦有季节性是12个月一次这样子 每年有比如说每年就比如说每年2月台台湾的话是每年2月 那外国的话是每年12月有有有有比如销售特别好 我比如这样子 SEASON的等于7他没有解释哦 那那我相信就是就是固定把它固定下来就好了哦 然后robust的true就是说你要就是意思robust就是说你你你你很在意那个那个 比如你这个资料有很强烈的outlier 那你就要你就要对outlier加那个全数把它压低嘛对不对 那那一种方法就叫robust的regression 就是你你这个数据集有没有比较强烈的那个那个那个outlier 那他说你如果搞不清楚就给他设出啊 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就设force 那大概是这样那出来的结果你看从这里是原始资料 这个是套这个模型以后的train 他的seasonality 跟他的残差哦看起来 看起来你看这个你比较比较比较平缓啊比较平缓 刚才刚才如果用那个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节会有个会 会有那个会有那个那个整体的检讨的时候就说这个模型可以把这里的这种掉下来一个拉上去的这种啊这个叫急剧的变化吧或者是 呃不好意思我用股票的数字就就就就比较不会顿化啊比较不会太慢拉上来这样 比如这个已经拉上来这个这个趋势还没有被调到调到这个这个数据的区区间外面去了 就是太慢这样子啊这叫我们以前我们技术被人家顿化啊 然后第二个是说这个残差这里看起来比较不好看等一下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反正就是残差也处理的比较好就不残差那个季节性才处理的比较好抱歉 那大概是如此啦你看这个这个圈就比较漂亮哈 然后这里看起来有点像喇叭状越来越大对不对因为这里有靠模型 就说这个CNLT他刚才他刚才就是在套这个模型就说他有模型化CNLT他也有模型化 等一下会解释哈就这个就是模型化 就说你看一月一月也有一个也可以也可以套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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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模型下去吗对不对 一个回归了哈然后二月你看你看每个都不太一样长的形状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那我在猜这我想这个这个这里的意思比如每年的比如说二月好一月十二月好了 那十二月你去找每年的十月其实不一样啊这一年十月在这里这一年我说这条线哦这条 蓝色的线这个一九九比如九零年附近的十二月是这个资料 然后二零零五年就已经比较高了二零哦 2015年又更高了所以他会不稳定吗对不对 他每年的那个那个十二月其实还是不一样 即使你看模型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之前我们以前传统的方法是这个看起来会一样 因为他把每一个月的都都取平均数都会一条直线 就是都是一条直线如果是传统的模型之前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 是每个月不一样但是每个月都是每个月这个序列都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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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数这样 那这里看起来就会就会大小都一样这样 就是不会好像在喇叭状这样开往外开这样 大概大概这个这个这一节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们讲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我想套头影片好了 套头影片好了 因为他这里讲的不够细 简单整做个大整理 就说 然后之间序列的分解大概就是把它分解成trend, seasonal, residual 然后有两种模型一个是加法模型一个是乘法模型这样 然后他的四大功用解释这个做一个资料的一个解释 应该说探索吧探索探索资料 第二个就是预处理 可能就是可能有outlier或者是jump 或missing这样子 应该说outlier或missing这个要处理 对不对 就只要有明显问题这个要处理 第一个是解释这个资料或探索这个资料 这资料的特性 第三个是类似我们这一堂课就是feature engineering 就是他是解释说是比如说是做一个 比如说加权平均这个东西 这个平均线这个12个月平均移动平均 他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我们人类造的一个一个栏位出来 所以就是feature engineering 那forecasting这个未来会用 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forecasting 只是要不要套模型的问题嘛 对不对 如果不用套模型用眼睛可以看得出来 那也不错啊 对不对 那就他是说可以各个击破嘛 你可以各个比如说 你可以先预测趋势再预测那个season seasonality 然后再加起来吧 比如这样啊残差之后就没办法了 那 他说不一定可以做了 不一定可以分解了 要看这个 比如说销售资料比较容易啊 我想股票资料就不太不是那么容易啊 算也可以试试看 不过我觉得是很难 就是说就是有规律可循嘛 你才有你才有办法decomposition 啊如果 本身人的眼睛都看不出像这个乱乱的 没有什么规律这个要怎么弄 应该是效弄出来效果也非常不好啊 他说不一定可以做啊 那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上两个礼拜讲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算移动平均 然后用code 或者用除的把把那个seasonal分解出来 分解出来以后其他的就平均化就把它当残差了 这是上个礼拜的传统方法 那这个就是刚才做的就是说 要怎么算季季 季节性就是把它把全部的资料扣掉这个这个趋势向以后 把每个月都把每个同样的时间分离出来 比如说一月你看每一年的一月就这样形成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 series 这就叫做cycle subseries 这样子 那这个如果最简单就把它平均 以前的这个传统方法就是把它平均 那平均以后呢 那个那个就会长这个样子 就会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这个有什么缺点呢 有outlier 怎么办 这里这里有outlier edges 就是说你看这里不见了 前头 因为我们要做移动平均的话 不好意思是这里这里 移动平均的话 一定要牺牲一些数字嘛 对不对 前面后面会不见 这样子 然后rapid change 就是高速就是快速移动的话 你看快速移动的话 这个这里数据快速移动的话 跟不上 这个train会跟不上 这样子 就会掉到这个原始的数据外面去 比如这样 就是说传统方法 你看这里就比较慢 他他他他 这个这里上升的很快 再抓到他已经落后他可能 好几半年去了 可能半三四个月去了 落后的一季才跟才跟上他这样子 这只是卖药而已 但如果是那个股票 这个落后三个月不得了 这个模型被丢掉 这样 那 这个方法就是说怎么改善这个方法 他用的方法就是说可能 呃就是用用一个 取一个 这个不断的让让这个这个点王右移 然后这个窗口这个红色就是一个window 用这个window去做回归 然后取那个用一个中型 类似中型曲线去做加全平均就对 然后不断的移动这样子 那这个方法 反正会有动画他有动画 动画就是就画起来会很漂亮这样子 然后 然后 STL这个模型就是说 把刚才那个方法把它封在这里面 然后外面再用一个 再去 计算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然后反复的 反复的套这样 那这个这样 inner loop怎么做 然后 做出来就像这样 像这样 CNL就像这样 那这个就是平均线 这个就是平均线 如果我们第一代的做法 这古典的做法就是用这个平均线 那如果现在的做法可能可以 可以做回归 这样子 可以做回归 这样 这样 做回 做完以后是右边的这样 这是传统的方法 这是右你看这个都一样 因为他举平均嘛 所以每个 譬如每年的12月都一样这样子 那这个因为这种模型化 所以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但是你看这里的比较漂亮 这里比较漂亮 这比较丑 这样 那 那 他也有可能有多 这个我就没有 仔细看了 这里好像没有 这MSTL好像被拿掉 没有这个内容 至少这个课里面 政课里面没有这个内容 我想这里就 就不提了 因为政课里面没有 可能也被拿掉了 那那那那个那个那个 大致上是这样 所以说 呃他这里刚才有提到说 那个call里面有提到说 哎不对抱歉 你看他只要 呃 他把这个season 这个窗口拉到一千零一个 就是把全部都算进来 然后那个 他的那个那个 这个season degree把它设成零 就是直线吧 水平线这样子 他算起来就是你看他 那个蓝色线 从刚才变回归的线 从刚才很有一些模型 现在变成你看就变水平的 拉成水平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跟以前也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你看这里的那个 就大小就不会有喇叭型 这样子扩张的问题 哦 大大大大大大 大致上课堂讲的是这样子 哎我理解是这样 那大概不知道有什么 什么问题要讨论的 哦 先感谢Jack兄的分享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 啊Jack兄这几周笔记应该都同一个连结对吧 对对同一个连结我都可以下去 现在去看应该都都有 然后没意外下周就由我来分享这样子 然后如果要不要分享整张 我在我在四下周的那个状况决定一下 嗯 嗯 发现我刚才没有看大家的讨论相当热烈 因为我没有注意看 我刚才才看到 嗯你说discord那边吗 对对对 我没什么那就先聊而已 哈哈哈哈 然后先不用看哦 所以我先把画面还给你呢 哦 ok 好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聊一聊啊 嗯 我们有位YK兄蛮久没出现了 今天等我等一下可能要tag他一下 不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要继续 啊对上次说那个意见调查 我是没有很深入看 不过我大部分我可以时间可以 我就尽量参加了 我以我的状况来讲是这样 哦 ok 因为目前目前目前看起来那个就是人最多还是那个数学 不过上上次失败过一次了 这是应该会先就是那个等那个1月20左右 那个时候就是投票投投完以后在那个先就是 让大家填一下那个问卷就看一下就是论坛剩下时间 可能大家什么时候比较方便这样的 ok 目前就剩星期一晚上10点以后吧 然后星期星期五是9点 然后但是星期我就比较危险 就还要跟那个就是风口雄那边共共学调 那个就协调看看风口雄那边能不能到 到9点半 要不然我觉得排8点到9点 就只有一个小时有点风险 然后另外就是大概可能星期 星期天的晚上8点到8点半吧 差不多目前目前候选时段大概就这三个 就我到时候会在那个把那个就是给问卷连结调查一下 看哪一个时段比较可能 因为之前已经失败过一次 我是不知道是时间问题还是还是就是投票一堆人 然后实际要参加就没几个我不知道 对我们的这个年纪来讲数学是听听就好 那个有时候有没有有点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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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这算比较进阶统计的东西 对啊 如果说 就是就是什么 一阶洞叉两阶洞叉三阶洞叉四阶洞叉 哇那个要搞 大概知道 可是如果要真的要来拿来写model 我们大概会套就已经蛮厉害了 那我就随便闲聊一下 就我上礼拜本来要讲东西啊 就就我前阵看paper的一些心得就 因为我主要是做那个强化学习这一块的啊 就是做那个投资组合管理 然后是用那个 基本主要方法是就是用强化学习 是去去train那个model 然后 就我前阵心得就是 就是目前就是比较 比较主流方法都偏向说那个 就是在做optimization的时候 去就做优化的时候 基本上是用就是 比较偏greedy algorithm啊 就比较贪贪婪的方法 就是我们希望就 我们追求基本上就是 把每次交易的时候 每次交易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 我那个丁问题丁就是我们每个时 每过一个一段时间 把我们的那个portfolio 的那个weight调整一次 然后来追求最大的回报 然后所以 目前方法都比较偏向的时候 那我的做就是优化方法都偏向 我去让每一个尽量让每一个就是我从那个上一次交易日到这一次交易 交易日期间这个数据 然后我去我参考这段时间数据 然后去调整那个我的那个portfolio weight 然后那优化基本就偏向说我尽量优化我这次的weight 然后直到我下一次交易期间 那这段时间那个就是你的那个股票之类的那个价值一定有变吗 那我就希望说我我的那个尽量到下一次交易把那个就是到下一次交易之前我的weight可以让我的那个利益最大化 那基本上这这可以呃分两部分看就就有两种状况一种理想状况就是你交易的时候没有手续费那 如果没有手续费的话那其实就问题就简单很多啊就是说 那所以说我把我追求每个交易期间的利益最大化那这这完全是对的吧 所以就是那我们自然最终的那个投报率也是最也可以最大化 这是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算进手续费之后就比较复杂 因为你交易量高的话你的手续费一定会也会花费一定会更多吗 所以说 呃所以说 就是 嗯 但 所以说你有时候就是正常思考就是你希望你希望就是调就是你调整的时候你不要调整太多吗 要不然你手续费很高那 不要调整太多 然后要追求 然后你要去追求长期的利益最大化那 基本上 就是这很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回归到金融本质吧就是你很难预测到长期的资产变化 你就像你光是预测你比如说 你可能要预测个 呃可能一两个礼拜的那个资产变动你可能还还有一点可能去就是去大概预测一下但是你要预测到一个月这这这这几乎是这蛮难的吗 他就说就是 就是 呃 讲强化学习在这个金融领域的我觉得他在金融的领域比较偏局限性就在这里就是 那但其实这个这个不管哪一个方法我想都一样就是 你金融领域因为你不可能 不可能找到一个长期的最佳点因为我们不可能去预测长期的资产变动啊那在 那在数学上基本上就是代表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全局的最佳点就是 你只能就是 你那个做优化说你用偏 algorithm的方法去那个 尽量 就是优化每个 每次交易的那个 到下一次交易之间 之前的利益然后来去找到一个比较次佳节但是你你基本上走就是 你不不太可能找到一个全局最佳点那假设就算你从 我是觉得就算你从历史数据你找到最佳节 你也不不一定可以 就那也不一定能对应到这就是 你过去的最佳全局最佳节你也不不一定在未来保证在未来是同用的所以说就是 就是结论就有点要回归到金融本质啊就金融本质因为本来就是 长期的资产运变 长期的资产变动基本上不可能预测所以说你你不可能就是你不太可能去那个 就是你 呃数学上就是你的这些那个 algorithm 他本身你要找到全局最佳节有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你要有对应的那个目标函数 然后 而且 保证全局最佳节存在 然后第2个方法是你的algorithm有办法找到全局最佳节 那很多algorithm是2的问题 所以慢慢找 但是 金融的问题是你连第1个问题你连那个全局最佳节你都不知道存不存在 那如果存在你还要去找到一个对应的目标函数 让你的那个algorithm去透过这函数优化 所以这就是 就是怎么讲就局限 就是所以就是说我那个就是前阵读那个paper新的就是他的局限性在这 那基本上也是就是但是因素本身就是因为金融的局限性 就是他的呃性质的特性啊就是数据的特性 导致这样的结果啊 就我前阵子算是读读paper一些心得 很好 不过我们 因为我本来就知道那个 金融这种东西就是你觉得满意就好了其实 报酬率很难 很很很就是不同的方法有人做有人短有人长向大部分学术研究都是在 在那个那个wet跟那个那个leverage那边 应该是这样子吧在那边取舍嘛 可是实际上 有有实物上很难的很难很难你你买的那么善 真的 你一定有一些平衡我的那个就我做这一块算比较那个就也不用太多啊就我像我自己只做那个只做就是呃 我自己的模拟是只有一个现一个现金项然后再加上五个那个股票而已 你的股票应该是只指数吧 呃不是就是单纯的那个 就是股就是我拿那个smp那个500里面抽抽五只股票的那个 数据那个价格数据 你怎么知道是哪五只 你是随便抽的还是还是 因为有找没有是那个就那个 从那个有我有去找数据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哪哪五就是他每每个他有那个就是我数据有每 没就是每一个股票的那个历史价格数据然后我就去拿那个 不是我意思是说实物上你你不可能只买那五档吗不太可能而且那五档你也会换吗 即使是 哦这个就比较那个就问题是问题设定的我就是因为我们的就是我这个方向问题设定就这样就是假设你你有那个你手上有几只那个你有几个投资标 你只有找几个投资就通常不会做太多啊就是我不是像我那看PayPal他一直只拿四四个他是他是用加密货币模拟啊 因为数据比较就他加密货币就是24小时交易不间断然后 然后数据也蛮高频就拿好取得所以就他是用加密货币但我是拿股票啊对然后就 反正就是我们这个这块资产不会做就是不会做就是通通常不会做那个不会不会选太多就是因为 然后他他的那个 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先预先就他们喜欢预先挑那个 标投资标的方法是就是先就挑交易量比较大的 那我自己是我自己目前是没这样做啊就是随便挑几个 来是就我主要是要验证前面前PayPal他方法到底有没有到底那个效果如何啊 所以对我来说目前关注重点就是那个网那个方法那个训练就model训练能不能训练起来而已 那那你觉得 你至少比拿衣服好吧 呃这肯定的应该说现在模拟中我这个我这一个零这就是这这种类型的问题的模拟中基本上都是那个基本上一定是我这个方向的能拿到能能拿到一些满满就是performance 基本上通常一定是最高就跟其他类型的方法例如说一些传统的比较统计的方法之类的通常强强化学习一定能在模拟上的那个表现一定是算蛮蛮好的 只是我我很好奇说那你是有数据的那如果 事物上你没有数据 我不知道明天会多少 呃 比较好吗 没有就我们都是拿历史数据来摸就是我们是往往前就是往后看我们当然当然我们在每次我们在每次做决策是我们不可能看到前面的数据所以都是拿那个例如说我我15天交易一次那我就拿那个 钱我这一次交易的时候我拿我看的是前15天的数据啊 嗯嗯嗯嗯嗯room 啊我了解 transforms这太学术我就 哈哈哈 有点学术就单纯前一阵子看看paper的心得 因为强化学就有点有就因为这一块有点就等有有时候有点废掉那个强化学习有啥因为强化学习的有时候它的它的厉害它 他就在一些游戏问题上能拿到那个好成绩 就是因为他可以拿到那个 就他他对于那种问 就是游戏那种问题 他可以有时候可以做 他是可以让慢慢训练出来 让他有个长期的那种plan 但是金融问题 你本身就很难很难 就是你很难做出这个 能够得到长期最佳节的plan 所以说 就没办法 这就是 就算是资料的特性导致的那个导致的局限性了 了解 加油 我就不懂 所以没有其他问题哦 对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 如果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就到这边吧 大家晚安 我看到了 我看他的 好